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坎普和其他联合创始人以及一群投资者从eBay又买回了Stan Blupont公司,将它变成由封投资金支持的初创公司,由坎普担任CEO,从那时候起,Stan Blupont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在2012年,坎普辞去了CEO职务,与此同时,坎普提出了创办UberCap公司的创意,这家公司变成了现在的打车服务巨头Uber。 坎普现在仍然列席Uber董事会,但是从2013年起,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他的初创公司Expa。 在2015年,坎普成为Stan Blupont公司的多数权益股东,该公司拥有余3000万个注册用户,但是在财务上仍然很艰难。 当时,坎普称,他会研究一下Stan Blupont公司和Expa公司之间是否有协同效应。 三年后,Stan Blupont公司关门大吉,并将用户转到Mix公司,新时代的互联网发现工具。 我仍然喜欢Stan Blupont品牌,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旧的时代。 坎普说,我喜欢Mix的收藏不同内容的概念。 两年前,坎普在Expa公司里提出Mix的创意,并将Mix工程师和设计师团队发展到了20多人。 其中包括前Stan Blupont公司的员工。 Mix并不是要打造一个添加了社交网络和移动应用的Stan Blupont版本。 相反,坎普带领团队利用全新的代码和设计打造Mix。 整个过程花了一年多时间,Mix公司从Stan Blupont公司获得的一样宝贵的东西就是数据。 在过去16年中,Stan Blupont公司知道人们喜欢或不喜欢什么网站。 因此,Mix公司在创立之初就知道人们喜欢什么网站,以及哪些网页可能有问题。 我们努力整合社交和语义过滤,包括你喜欢什么以及谁在向你推荐。 我感觉没有一个主流平台做好了这两件事。 坎普说,现在,Mix公司拥有不足10万个用户,其中很多人是在Stan Blupont公司关闭的时候转移过来的。 在创办Uber公司12个月后,坎普将它交给了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lenick。 同样的,坎普希望招聘一个全职CEO来掌管Mix公司。 因为最初的产品战略和设计已经完成,坎普一直担任Mix公司产品主管和临时CEO, 但是他也抽出时间处理其他四个不同的项目以及Expa公司的事务。 去年,在Uber公司发生一系列风波的时候,坎普不得不从Mix公司抽出时间来应付相关的事情。 这占去了他从去年3月到9月的大多数时间。 去年,我们获得了很多教训,当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现在,事情总算归于平静和安宁。 他说。